市委书记的创意腐败 2014年年底 权威媒体报道 江西省平乡市委书记陈卫民落马 陈卫民对自己的结局其实早有预感 早在2014年3月 一位与陈卫民关系密切的江西官场公共情妇 已经被控制起来 据悉 这个女人与江西官场的多位厅级干部 存在全色交易 全钱交易 而这个女人仅仅是陈卫民高达两位数情妇中的一个 为了照顾众多的情妇 陈卫民创造出了无耻的 以情妇养情妇的产业链 然而 随着情妇们的反水 陈卫民自以为固落金汤的受贿产业链条 却崩溃了 陈卫民1959年8月 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18岁时 他到安乐县城关医院当化验员 在医院领导的栽培下 成为了一名党员 之后的仕途一帆风顺 1982年1月到2000年6月 陈卫民完成了从共青团江西省辅州地委干事 到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的转变 三年后他被调至平乡市任市委副书记 陈卫民身知职位越高 出问题就会摔得越痛 于是他在生活上尽可能地低调 而在工作上风风火火地反腐 很快陈卫民发现 平乡市的官场早已是一个大染缸 根本不是一己之力能改变的 要想在平乡立足 反腐注定成为了一纸空文 看到陈卫民反腐 渐渐成了做表面文章 一些聪明人就和他成雄道地起来 2011年2月 网络上曝光了广西一个贪官 半年收受贿赂 多达30多次的视频 视频是行贿者 在贪官住所对面房间雇人拍摄的 随着纪委的介入 最后这名贪官被抓 这件事情提醒了陈卫民 只要有一个行贿者偷拍或者录音 就够他喝一壶的 看来就找一个可靠的人来全权处理 可是能找谁呢 再三比较之后 陈卫民决定找一个可靠的情人 然后由他来打理 就这样 胡元进入了陈卫民的视线 胡元是一家通讯公司的老板 曾经想通过身体攻关陈卫民 都被陈卫民挡了回去 这次 陈卫民主动找到他 他自然不会犯过这样的机会 胡元定好了房间 在一阵公愁交错 陈卫民微有罪意下 两人有了身体上的交流 之后的半个月 两人又发生了两次关系 看到胡元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人 陈卫民坦白了他的担心 胡元一拍胸脯 既然你已经把我当成了你的人 我肯定会帮你保守秘密 把你交代的事情处理好 让你高枕无忧 胡元确实是不错的人选 他驾行就赎的 处理好前来行贿的人 相继地登记每一笔财物 然后全部交给陈卫民 有了放心的代理人 陈卫民又打起了企业界的主意 很快他和江西大副集团董事长 何春明熟落起来 作为感谢陈卫民 在大副汽车工程学校 减免土地至纳金上打招呼 在入股平乡市公路局下属公司打招呼 在开办小额贷款公司上打招呼的回报 何春明分多次 给陈卫民孝敬了巨额钱款 当然都是经胡元之手 随着关系的深入 胡元不再满足只当陈卫民的中介人 他提出应该给他分一部分好处费 陈卫民自然答应 在他看来 这样无疑和胡元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了 于是陈卫民答应拿出15%的提成给胡元 两人彻底地沆瀣一气了 陈卫民一方面退居幕后大肆贪腐 另一方面暗中给省里的领导 送了百万巨款 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平乡市委书记 2010年10月 由陈卫民亲自抓的一项通讯工程正式启动 按照规定 这项工程将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 陈卫民自然不希望肥水外流 他想通过运作交给胡元的公司负责 可是胡元的公司规模太小 注册资本只有一百万元 这难不倒陈卫民 在他的授意下 胡元通过虚拟增加股东资本的方式 在一个星期内把公司的资本 从一百万元变成了两千万元 接着 在陈卫民的关照之下 胡元顺利的竞标成功 其实 这次竞标的几家企业也不惜重金拉拢陈卫民 但好处费相比较工程的利润 不过是九牛一毛 而胡元的公司竞标成功 既不会让外界抓住把柄 也可以牢牢地把好处费抓在自己手里 可谓是一箭双丢 四个月后 工程结束 除了胡元的百分之十五的好处费之外 陈卫民落贷了数百万元 他得意不已 这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之后 陈卫民又通过同样的方式 让胡元接手了几单政府工程 胡元非常会做 除了百分之十五的好处费 他不会多拿一分钱 就是和陈卫民开房 他也会主动支付房费 胡元的乖巧 让陈卫民很是满意 他把提成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二十 胡元的野心迅速膨胀 他又注册了几家不同类型的公司 这样 陈卫民不仅可以把政府部门的工程 交给他打理 还可以把其他企业找他帮忙的业务 交给胡元 胡元打理生意越来越忙 不能正常缠绵 陈卫民有些不满 但是为了钱也不好抱怨什么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把一个叫张云的女人发展成了情人 张云是一个酒店的服务员 在成为陈卫民的情人之后 他搬进了陈卫民为他租下的套房里 相比较胡元 张云更懂得享受 但是没有野心 陈卫民就给他买名牌衣服和包包 还给他买了一枚两克拉的钻戒 为了不让胡元知道 自己养了另外一个情人 陈卫民小心翼翼 可不久 事情还是败露了 让陈卫民始料不及的是 胡元并没有大吵大闹 也没有狮子大开口提要求 作为对胡元的褒奖 陈卫民把同款的钻戒 送到了他的手上 同时 为了安抚张云 陈卫民主动坦白了和胡元的关系 他不过是给我打工的 只要有他 我们就有花不完的钱 话已至此 张云只好接受 九个月后 还给陈卫民生下了一个儿子 张云生了孩子之后 陈卫民和他在一起 再也没有激情了 除了每个月送钱过去 两人几乎没有联系 2012年2月 陈卫民把夜总会的歌手 田军追到了手 之后的一年 他又通过田军和多名女性 发生了关系 其中一人也给他生了孩子 随着情妇和孩子的增多 陈卫民发现 仅仅凭胡元一个人赚钱 已经不够花了 于是 他仔细考察起情妇们来 最后 把目标锁定在了龙兵的身上 龙兵大学毕业 学的是企业管理 陈卫民让龙兵注册了三家公司 没有注册资本 就向朋友借 成立公司后迅速撤资 就这样 龙兵的空壳公司 坐等政府的工程送上门来 为了让龙兵尽快地熟悉业务 陈卫民让他到胡元的公司取经 虽然胡元很恼火 陈卫民的做法 但是 这几年的摸爬滚打 让他很快就坦然了 龙兵也察觉出 陈卫民和胡元的关系特殊 可此刻 还要仰仗他传授经验 于是 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对于两位情妇的聪明做法 陈卫民很是得意 他也向其他情妇 坦承了自己有多个女人的情况 并表示 不会厚此薄彼 一定 一视同仁 情妇们自然是无话可说 他们和陈卫民在一起 不过是为了钱 现在 陈卫民与这些前客情妇来往越密切 做的项目越多 分道的钱就越多 给他们的钱也会越多 何必斤斤计较呢 就在陈卫民自认为已经处理好情妇撞车的问题时 意外却发生了 2012年 陈卫民把一个企业工程交给胡元负责 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了 2013年 这个工程再次上马 陈卫民忘了先前的事 就把工程给了龙兵 胡元和龙兵叫上了劲 不管陈卫民怎么协调 两人都不肯让步 陈卫民只好给企业老板打电话 建议工程有两个人一起负责 企业老板为难地说 这样可不行 出了问题找谁呀 陈卫民大发雷霆 不用你管 你照办就好了 要和龙兵一起来负责工程 让胡元很是不爽 他之前为这个项目做了大量的工作 现在 龙兵参与进来完全是摘桃子 果然 工程结束后 两人分得的好处费是一样的 那么陈卫民到底会如何处理情人之间的关系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请不吝点赞讯